丹东是地处辽宁省东南部,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向往,丹东被誉为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,是一个经济抗美人潮战火洗礼的英雄城市。 丹东位于东北亚经济圈与环渤海、环黄海经济圈的交汇处,是一个以工业、商贸、物流、旅游为主体的沿江、沿海、沿边城市。 丹东是国家级边境合作区,拥有港口、铁路、公路、管道、机场五种类型实处口岸,是亚洲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边境口岸、机场、高铁、河港、海港、高速公路的城市,区域及流通节点城市。 民国时期丹东名为安东市,1965年改为丹东市,安东曾连续为安东省、辽东省的省会。 当时安东是安东省辽东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意味脊足轻重。 而如今的丹东仅为三线城市,在省内也属于二流城市,失去了省会的地位,光芒不在。 丹东市临江沿海,自然风光优美,人文景观独特,气候宜人,有北国江南的美誉,是东北地区最温暖湿润的区域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,曾获选为中国十大养老圣地之一。 丹东旅游资源占地面积1500平方公里,占城市国土面积的10%,有满目的青山,有遥东第一名山之域的凤城凤凰山,蕴含深厚文化典礼的东港大孤山。 丹市宽垫满足自治县境内,就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第20座,丹东有满目的绿水,指示文明的鸭绿江紧接市区穿过,与沈阳大连构成辽宁旅游的金三角,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